接下來就要跟各位講天氣現象 氣象報告有包括天氣現象 前面講過,待會再說一次 然後包括最高溫、最低溫 專業氣象,比如說漁業氣象 會告訴你風有多強、浪有多高 那麼這個所謂的晴天、陰天、多雲時勤 這種話就是所謂的天氣現象 前面寫過一次,什麼叫天氣現象 兩個,一個叫做天空狀況 一個叫做降水情形 所謂的天空狀況指的就是它的雲量的有多少 我把天上分作十等份 雲量在四等份以下的叫做晴天 五等份到八等份的叫做多雲 九等份到十等份的叫做陰天 所謂的晴時多雲 那個晴就這個意思,OK? 或者是多雲時勤,多雲就這個意思 所以天空狀況指的就是雲有多少 再來就是降水情形 廣義的說法是大氣現象 大氣現象包含內容比較多啦 什麼閃電啊,什麼蛙溝之類的 我們不管,我們國中只教降水情形 只教降水情形 所以天空狀況跟降水情形 降水當然是水啦,那個天空就雲啊 雲是什麼東西?雲是漂浮在空氣中的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塊 又是一個心中暗爽三十秒 我每一年都跟學生強調 雲是漂在空氣的小水滴或小冰塊 夠冷就是小冰塊,不夠冷就是小水滴 終於有一年學測考了這一題 所以心中暗爽三十秒 不過那一題就算你忘記老師教過了,你看題目就會了 因為題目告訴你水滴凝結或凝固成雲 凝固是什麼?液態啊 凝固什麼?固態啊 看題目就會了,老師講的忘記也可以啦 也可以也會,OK 這叫做小水滴可能 是誰做的?水做的嘛,對不對 降水也是水嘛,雲也是什麼?水 所以通通跟誰有關? 所以通通都跟水滴,所以我告訴你水滴會影響我們的天氣嘛 水滴會影響我們的天氣 這叫做天空狀況 還有一個降水情形 降水有分兩種 一個叫液態降水,一個叫做固態降水 所以專業的說法要講降水不能夠講降雨 降雨只是液態,它有所謂的固態 固態基本上兩個要下雪,一個下冰雹 國中從來沒有教過下雪 台灣沒有什麼雪這回事 但是國中有教過下冰雹看講義 有跟你寫冰雹的形成跟旺盛的對流有關 旺盛的對流會形成激狀雲 激狀雲會下雷震雨,這後面會再講一次 所以冰雹經常會夾雜在雷震雨當中落下 下冰雹不用了 講義上有跟你寫一個 你還記得你國藝的時候有一次下冰雹嗎 我還記得,很好 你下冰雹看見我了 等一下,你們來玩遊戲我知道 我那個,我有一個小故事 我那種搬一個可愛的小女生,正在走廊 對著中堤,哗啦哗啦下的大雨 嘴巴黏黏有詞,希望等一下會下雪 我看她,我說下雪是不可能啦 但是會下冰雹 話講完沒有一分鐘,啪啪啪啪啪啪啪 你看下冰雹,老師省著 老師省著,我可以叫下冰雹 所以對國中生的人重點叫做 冰雹的形成跟旺盛的對流有關 旺盛的對流會形成基狀雲 基狀雲會下雷陣雨 所以冰雹經常夾雜在雷陣雨當中落下 大家要落下,OK 再來就是所謂的下雨,降雨 降雨呢,雨量是用所謂的雨水深度來分 雨量是用雨水深度來分 然後呢,單位是公里 通常,通常會再加一個時間 就是日雨量,或者是年雨量,或者是時雨量 好,剛才跟你講說 它是用雨水深度來分 我們會假設雨,地是平的 然後呢,雨水會均勻的下下來 大家就一起往上淹 這時候呢,你找一個大桶子 找一個小桶子 找一個中桶子裝 什麼是一樣的 高度是一樣的對不對 深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說,雨量的計算是什麼算 雨水深度來算 有多少公里 考試就考什麼 考試就考你畫一個大桶子 畫一個中桶子 畫一個小桶子 然後,我跟你說 我的水裝了這麼多 我的水裝了這麼多 裝了這麼多 跟裝了這麼多 然後就請問你 誰的雨量比較多 誰的雨量多 中間那個比較多嘛 因為水比較高 是這樣,就是考試的題目 偶爾會變形,加一點時間或怎麼樣 那基本上就這樣做 所以,雨量就是根據雨水深度 重點是根據雨水深度來分 假設地是平的 均勻下山一起往上淹 所以,越高了就表示下的雨就會越多 然後呢,單位是公里 單位會加時間 然後呢,根據雨下的多少 有分做小雨、中雨、大雨跟好雨 這裡有一個可愛的表格 當然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來 講義上有跟你註明 講義上有跟你註明 這個氣象局改過標準 一開始改標準的時候 有一個超大好雨跟一個特大好雨 記者沒有人搞得懂 到底是超大比較大還是特大比較大 所以後來就變成好雨 大好雨、超大好雨 大好雨比好雨大 超大好雨比大好雨更大 改這個好處是 從此之後中華民國可以因為雨下太大放下 台風架的放下標準是風 風要夠強才放下 怕他你吹走 所以風不夠強就不放下 改過以後雨下太多可以放下 講義上有的寫個民國94年6月 中華民國第一次因為雨下太大放下 雨下太大放下 中華民國第一次 還有一個你們小六的時候 101年你們小六的時候 我們有放下 我們本校正在畢業典禮 那天宣布放假 但是被騷 因為一早狂風暴雨 大家冒雨跑來學校上課 然後10點左右吧 宣布放下就沒下 就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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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被他嚇 好所以 你們小六你們也放到下 你們宣布放下應該記得 OK 小六應該還有記憶 對不對 所以 從此之後中華民國可以因為雨下太大放下 下一個不重要 喵會就算了 根據下雨的連續興奮 所謂的正雨連續雨跟見些雨 什麼叫正雨 啪啪啪下一陣就沒有人要做正雨 什麼叫連續雨 一直下一下一下叫做連續雨 什麼叫見些雨 下下停停叫做見些雨 這個看看就好了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知道 雨量怎麼算 雨水深度 單位公里 單位公里 這個是重點你要記住 OK